我們這兩道菜呢 主要它蒸汽上來 八分鐘就好了 這麼快 八分鐘 我們再加 薑 薑 把它加進來 橄欖油 放橄欖油 對啊 來 我們這邊呢 他們看起來 下週一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而且他以前是惡名昭彰的 就是我現在這個老公 以前是惡名昭彰 所以我們綽號是不是 攝影師都在點頭 怎麼會這樣 叫做永吉一陣風 什麼 我就是來問你去無蹤的 那種意思嗎 因為他們家住在永吉路 然後 永吉一陣風 他想說不可以去 永吉等 因為他是那種 他就是那種 就是一次可以劈腿交兩三個女朋友 三四個女朋友 就早中午宵夜 各換不同的女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是當第一個 A發現的時候 他就那個 就是那個 車子一騎就 就 跑到B去了 所以他們同學就 之間給他取了一個綽號 叫做永吉一陣風 所以當我一開始 遇到一個這樣的男生的時候 我真的只是覺得說 大家做做朋友 真的不用太深交 也不用太刻意 然後根本沒有想說 也想要跟對方定下來的 可是 從我們交往那一天起 真的 他所有所有的行程 完全都透明化的 風停了 真的 永吉 對 永吉路那個都沒有工 對 他主動跟你報備嗎 因為他是這邊的攝影師 然後要常常出外景 外景要二十幾天 然後他要出外景之前 他就會把二十幾天的行程 然後就print下來 厚厚的一本 提給我 交給我 然後甚至每一天晚上 在什麼飯店 然後 比方說 他現在人在非洲 那我從台灣怎麼打電話到非洲 他都打電話去問好 一分鐘多少錢 簡訊多少錢 我要打前面要加什麼樣的代號 什麼什麼都幫我弄好 然後寫在那個紙條上面 他才會放心安心的出國去 真愛 然後 出國之後 你知道嗎 因為 他回來的時候 我要花很多時間 跟他一起 完成一件事情 就他回來之後 他會把二十幾天 所有的照片 所有他去的生活 他就開始 看著每一張照片 然後告訴我說 他們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有什麼樣的小故事 然後主持人怎麼樣 或者哪一個企劃怎麼樣 我不想 我不想 太太的情情 我每次都很 但是有時候真的聽到很累了 二十幾天其實太多了啦 真的太多了 七天這樣都會有 對 講七天就好 那就是 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突然養成這樣的性格 那我只能說 我覺得 男人要變好變壞 真的在於自己 厲害 厲害厲害 這真的是有遇到就對了 碰到 對 但是秀琴其實 之前緊迫丁人 也緊迫丁人滿厲害 我現在打球到一半 他給你報備 我覺得也造成轟動喔 真的喔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的規定就是 不能不接電話 然後不能 手機不能關機 或沒電什麼之類的 不能有任何的狀況 我找不到你這樣子 對然後呢 就是這麼有一天 我們才剛剛講完電話 他就說我現在在外面吃飯 然後有點地下室會收不到 他就跟我講說他回去飯店 是幾點要點名 回去飯店再打給我 然後我突然 譬如說才剛講完十分鐘 我突然又想到什麼事 然後我又再打電話給他 沒接 他就覺得 他就沒接 然後後來他就很久的時候才見他 他說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我就跟你講說 我幾點幾分會到飯店 我會打電話給你 我還沒講說 我其實要有什麼事要問他 開始 開始吵 他就把電話刮掉 然後我就再也打不進去 然後你知道 我就等到早上 我就搭第一班飛去 就下去南部 我就下去南部 然後就去那個球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說 那天沒有比賽 他是在拍一個什麼雜誌的Promo 他就拿一個棒子 就很逍遙 就很沒事 老神在 就在那個隔壁的休息室 我們兩個就開始大吵 其實隔壁只隔了一個小牆而已 就是全世界都聽得到 你在幹嘛 我說 那你一定昨天是不是有做什麼壞事 什麼什麼 如果沒有 如果你要我原諒你 你就到那個投手球上面下跪 哇 真的嗎 你投手球 是不是遠遠就是一個小三球 對 全場最明顯的地方 對 那就說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說怎樣 你現在是想打我是不是 我說你打你打 因為女人已經失控了 失控了 你打你打 你現在在這邊按 然後就整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瘋掉了就對了 然後他就覺得我這個樣子很好笑 他只是覺得是 他不想跟我一般見識 然後不想在外面這樣子吵 男生其實在這個時候 他在工作的時候 他不會 他會沉得住去 然後反正是女生 看他講的印象對不對 對 我說好啊 那你就去投手球 其實我也剉到 我也想說他應該不會去 因為他很大男人 他要面子這樣 我跟你講他就真的走過去了 他就走到那個投手球上面 然後我想說我頭皮發麻了 他不要逛了吧 可是我又要鎮定 我又要鎮定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然後咧 就是我們兩個就有一點在那邊演戲 然後他就下跪這樣 然後就下跪 然後就大聲喊 林秀琴 對不起我愛你什麼的這樣 然後 然後全部都在那邊掌聲鼓 對 然後攝影師差點要往那邊拍 然後是因為顧慮到那邊形象問題這樣 然後就 就回他說叫你滿意了嗎 好 你現在回去飯店等我 好 就這樣 對 然後這個事情就過了 這就是一個小轟動 然後再另外一個轟動 然後再另外一個轟動 這個算小嗎 你知道球迷他們就是 你知道我們 覺得球迷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球迷真的很可怕耶 球迷很可怕 無口無辱的 而且他很低的 他們會這樣 休息的時候幹嘛嗎 他會拿飲料給你 你就傳號碼給你啊 我今天會在哪裡東京啊 什麼什麼的 之類的 難怪你壓力那麼大 怎麼壓力大 那就是你知道 我沒有辦法看球賽 要求哪一個球迷 到底是你知道有時候 然後那種 那種攝影師真的很奇怪 明明他原配就沒有在現場 他就是硬要拍一些美女啊 什麼的 就讓我們覺得說就是誰 就是他嗎 是什麼 你不要亂拍 你不要亂拍 對 對 有時候就拍這個球迷 然後就拍這個球迷 然後就拍這個球迷 我會想說是他嗎 你那不是那裡 我不是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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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巧成所就會這樣 然後我老公 後來我就不知道在幹嘛 我在忙別的事情 我沒有在看電視 然後突然電話就響了 然後就有一個人說 喂 喂 喂 寶貝 我現在打電話給妳 妳可能要準備十萬塊 我快要被抓走了 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廁所偷偷打電話給我說 我現在真的在球場 請妳放一百顆星 然後九點四十分 請到球場的什麼 哪一個側門去接我 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嗎 然後我就大笑很開心 其實新人生氣 我說好 趕快掛掉 我就神經病啊 妳幹嘛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你不要亂拍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覺得說 其實他壓力也很大 是 妳給他的壓力很大 真的 不逼我們 就是要緊迫盯人 這種狀態 然後我們已經神經直到 譬如說打給妳不接 然後我們就說 譬如說 納豆 叫志遠哥聽 然後納豆可能就說 什麼就還沒有 還沒有接到狀況 還沒有回過狀況 對 志遠哥沒有來啊 沒有 我已經聽到他的聲音了 這樣子 就其實我也不知道說 他到底有沒有在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把每個人 對 就瞎懵 可是屢試不爽嘛 都會抓到他嗎 對 這個紀錄不良沒辦法 就是今天 因為我不知道我老公太笨 還是我太聰明 就是 他就是這幾個線索 我只要抓到一個 兩個 譬如說 是誰什麼的 他就會把全部的事情 就 心裡想說 你給我吐回去 真的 我不想知道那麼多 對 就是其實 我們把他已經逼到絕路的時候 他都覺得 我其實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你也覺得我 很像做這件事情 我有跟沒有都是一樣的 都是死刑 還不如就先揍了 對 很多男人都會這麼揍 他後來就變成先展後揍 對 很多男人都會說 是女人造成的 對 這是你們的狀況 好 那宇妮呢 來聊一下妳 妳是怎麼樣 從哪個方面來監視這個 我覺得聽完秀琴的故事 覺得我們家的生活 好boring喔 好精彩喔 你們在查妳老公的帳嗎 會啊 因為我老公的生活 真的非常的單純 因為他就是Keyboard老師 他就是錄完一個影 就會有多少錢進來 那我就為了知道 他今天有沒有去錄影 是不是騙我出去玩 所以我就是 今天錄完了一定有錢嗎 所以我就會看一看 帳本錢有沒有進來 那有的時候領現金 就會看那個抽屜裡 有沒有現金 有的時候我就會發現 昨天明明就是領現金的節目 那今天抽屜裡 怎麼會沒有現金呢 妳又沒有跑銀行 妳也太激心了吧 那妳那個錢要花去哪呢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 就要有技巧 妳都不能說老公 妳的錢去哪了 因為他在 他都會覺得妳管那麼多幹嘛 妳幹嘛死叮著錢不放 我想讓他覺得 我是一個愛錢的女人 對 我比較愛老公 所以我就會跟我老公講說 我說老公我就脫誰 就譬如說脫秀琴幫我買一雙鞋 那鞋已經到了 可是要用現金給他 可是我剛剛去看 臭屜裡沒有現金耶 怎麼會這樣 妳昨天不是有去錄影嗎 那他就是說 昨天那個製作單位錢不夠 我想說下次再補給我這樣 我就會知道 那下個禮拜我就再看一下 有沒有Double的錢在 對 那他的行程妳怎麼掌握的呢 他的行程其實非常容易掌握啊 但是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做老婆的妳真的不能說 老公妳今天去幹嘛 妳明天要幹嘛 後天要幹嘛 他就會覺得這樣的生活 真的很無畏 不能直來直來吧 他就是要躲妳 對 對 對 所以我通常都知道 他這一個禮拜的行程是什麼 我就會說 老公胸前被種草莓 理由盡視 他一直講壞話 我就很壞 草莓 你 這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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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錢大概有 十塊錢銅板這麼大 還滿大 這麼大 我問他說 你跟我講清楚這什麼東西 那有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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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究竟林群峰是怎麼玩 玩到兇前被種草莓 當太太的遇到這種狀況 又該如何反應呢 下段回來告訴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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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